他是西安事变的功臣,抗日战争时期壮烈牺牲,头颅至今还在日本。 刘贵武,1902年出生于热河陵南县,进辽宁朝阳县六家子乡八家子村一个贫苦家庭, 1924年,头军于西北军宋哲园麾下,宋哲园退出热河后, 刘贵武返回家乡,随即转投地方武装白凤乡部官至连长。 1928年,白凤乡部接受东北军改编,刘贵武任骑兵第六旅十八团一连少校连长。 1929年7月,在中苏中东陆事件中,刘贵武显露出军事才华, 被破格晋升为骑兵第六旅八团上校团长。 1931年4月,张学良对整个东北军进行改编, 白凤乡旅改称独立骑兵第六旅, 辖四十几、四十八两个团,刘贵武任四十八团团长。 918事变后,刘贵武随东北军退入关内, 1933年3月,张学良通电下野,东北军再次改编, 吕改师,刘贵武仍任团长。 1935年6月,张学良组建骑兵军, 由何驻国任军长,黄显升任副军长, 骑兵军辖四段师,刘贵武任第六师十八团团长。 1935年9月至11月, 刘贵武奉命率部进脚陕北红军, 遭沉重打击,逐渐认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主张的刘贵武, 陷入极度苦闷之中。 此时,活动在东北军内部的刘兰涛等共产党人, 对刘贵武给予了重要的思想影响, 使刘贵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。 1936年918事变五周年之际, 刘贵武所在的东北军骑兵第六师与红军签订了秘密停战协议。 同月,刘贵武成为张学良抗日同志会城。 1936年12月4日, 蒋介石、非抵西安, 逼迫张学良、杨虎城继续剿工。 12月6日下午, 张学良单独约见刘贵武, 向刘贵武透露了自己的逼将抗日计划, 并希望由刘贵武来具体完成。 12月10日, 张学良新自驾车带刘贵武面舰蒋介石, 借机让刘贵武熟悉蒋介石, 及蒋介石驻地周边情况。 12月12日临时刚过, 张学良在寓所召见白凤翔、 刘贵武、孙明九, 坐兵舰的最后交代。 1936年12月12日, 凌晨二时, 白凤翔、 刘贵武、 孙明九兵进攻蒋介石的驻地华青石, 40左右, 攻击部队击溃蒋介石卫队, 攻入华青石, 黎明时分。 刘贵武、 孙明九率领的搜索部队, 在一个山洞中将蒋介石抓获, 并将蒋介石安全送至西安城内, 大功告成, 在这次行动中, 刘贵武还亲手击毙了镇压一二九运动的贵子手, 蒋介石的侄子, 县兵三团团长蒋孝先, 1936年12月14日, 刘贵武晋升为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,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, 刘贵武立即请英出战, 8月8日, 刘贵武率部加入马展, 山领导的东北挺进先遣军, 开赴随热前线抗击日军, 刘贵武部战斗力强, 屡错敌风, 威名远波, 1938年4月22日, 刘贵武率部在随远顾阳县, 近内蒙古顾阳县黄尼杆子村附近与日军级战时, 为掩护马沾山撤退, 身负重伤, 因不愿拖累属下, 引弹而亡, 壮丽逊国, 十年三十六岁, 刘贵武战死, 马沾山曾返回崇尾辅尸大哭, 此意必敌千鱼, 击毁敌铁甲车二十余辆, 其六师也击尽全军覆灭, 当年, 刘贵武的遗体运回西安时, 情况非常盛大, 西安, 十国共两党联合委, 他举行追悼会, 安葬时刘贵武的遗体, 是用假面手与遗体合为遗体, 令人遗憾的是将军的头颅被日军割续邀功请赏, 举将军的女儿刘清芳回忆, 有人曾在二战后从日本回来, 说将军的头颅在日本某个展览馆里, 被当作战利品放在瓶子里, 后来就没有消息了, 1961年, 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刘贵武为革命烈士, 2014年9月,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, 刘贵武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三百名, 招名抗制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